大家好,8月18日第二部视频 管理党政人员及国家干部、国家公务人员 非法取得国外居留还有外居身份的措施 结出硕果了 无锡精神卫生中心,也就是常说的精神病院 书记被查了,这个原书记 也不知道这个原书记被查之后 精神上还是不是受得了 看来大家以后有这种情况的朋友 一定不要对别人说 不要到处显摆自己在哪里有居留权 取得哪里的这个外籍身份 小心让人举报了 把你送到这个监察纪委去 在最后弄个鸡飞蛋挡 身份取消 人在这边还受到制裁 另一个中央党校的教授 连养老金也被取消了 这个妄议中央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以后在精神领域 在这个言论自由各方面的管控都会越来越严 朋友们都自己多加小心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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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